张华县政府鼓励年轻人发挥创意 替张华注入崭新活力 县长王惠美前往澳洲返乡青年 Alex跟Sindy所开设的雨咖啡 品尝澳洲咖啡和特色甜点香蕉蛋糕 Alex跟Sindy两个是到澳洲去 然后在那边打工 也体会到澳洲那种浓浓的人文风情 那特别对于他们的这个咖啡的文化 非常的喜欢 也在那边学了他们那边好的甜点 那一些咖啡的一个泡的一个手法 那回到台湾又跟我们的这个阿雅老师 也这个上过课本身也在金矿咖啡里面也学习过 那可以说怀着一份希望能够在地方生根 然后呢能够把地方的好地方的美 给推广出去 那在这边他先来做了一个这个 老屋上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修缮之后 来开始做了我们雨咖啡的一个这个办寿 那也欢迎我们的乡亲 有机会可以来我们北斗 就在全年对面而已 非常方便雨咖啡 那来鼓励这对青年朋友们 让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 那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在澳洲学习到的好的一些这个咖啡的料理 以及我们的这个饼干的一些料理 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回来 提供给更多年轻人更好的创业机会 当初会回来家乡开咖啡店是因为喜欢在澳洲的咖啡文化 那也希望说可以让咖啡可以走入当地的日常生活 家乡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份寝在 那家乡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跟外地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希望可以就近的照顾父母 然后可以让大家看到自己家乡的美 怀着在地生根将地方的好 地方的美推广出去的想法 两人简单修缮老屋 经营咖啡店 店内气氛相当不错 还可以吃到只能在澳洲才能吃到的香蕉蛋糕 好吃又很有特色 王县长邀请相亲来走走 鼓励这对年轻朋友也能体验北斗在地人文好风情 公益频道许维珍北斗采访报导